我 哪儿来的 我上了算吧 真死了 晚上带你吃烤肉吧 今天不小 我走了 等一下 室友吵醒 大姐 我抽烟去啊 不想跟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 咱别闹了 行吗 行呗 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 行吗 我态度怎么了 怎么不好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这样挺好的 哎呀 别哭呀 你哭什么呢 这么咱们做朋友多好 都要没事吃个饭出去玩 溜达溜达 带你抓个娃娃 送你的花怎么样 内衣呢 肯定试过了吧 啊 好不好看 嗯 那我下班就去找你 亲我一下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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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 好的 各位来宾 接下来有请韦莹的姑妈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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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晚上试给我看看 行吗 真行啊 行 那就说定了 至少 诶 干嘛 你谁啊 留下一场空 你对我相无相又相逢 任凭我的心跟着你反动 是 94年后 电影《蒂凡尼的早餐》 让蒂凡与奥黛丽·赫本 精力地联系在一起 赫本也凭借这部电影《蒂凡尼》 《蒂凡尼的早餐》 最佳女主角 对 成为不朽的时尚符号 赫本和蒂凡席是一生的模拟之教 在事业上也相互成就 完成了 作词绕辑 至少 散步 尖叫 优优独播剧 剧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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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剧场